《约伯记》第29章 约伯继续他的讲论说 都环绕我 我用游洗脚 磐石为我出游成河 我出到城门那里去 在广场上预备我的座位 年轻人看见我就回避 年老的也起身站立 王子都停止说话 并且用手掩口 众领袖都不敢作声 他们的舌头紧贴上额 耳朵听见我的 就称我有福 眼睛看见我的 就作证称赞我 因为我救了呼救的穷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将要灭亡的 为我祝福 我使寡妇的心欢呼 我以公义做衣服穿上 我的公平好像外袍和冠冕 我做了瞎子的眼 瘸子的腿 我做过贫穷人的父亲 我查究过我素来不认识的人的案件 我打碎了不义的人的牙齿 时不时地掉下来 那时我心里想 我必在家中安然去世 我必增添我的日子像沙尘那么多 我的根蔓延到水边 露水整夜粘在我的枝上 我的荣耀在身上尝心 我的功在我手上重新得力 大家都聆听我 等候我 静默无声地领受我的指导 我说了话以后 他们就不再说 我的言语像雨露一般 滴在他们身上 他们等候我像等候雨水 又大大张嘴 如窃目春雨 我向他们微笑 他们也不敢相信 他们珍惜我脸上的光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 又做守卫 我像君王住在军队中 又像个安慰悲伤的人